第152章 五年来的变化 上 两人嘴上虽然在说着 但身体却都在移动 隐约中从两个方向面向唐三 而朱竹青则已经扯着宁荣蓉 悄无声息地到了唐三背后十米外 三人隐约以犄角之势 将唐三围在中间 显然是不准备给他任何逃离的机会 唐三无奈地道 五年不见 你们就是这样对兄弟的呀 在说话的同时 他立刻感受到背后同样两股强横的气息冒起 不用问 朱竹青和宁荣蓉也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 他下意识地偏头 用眼角余光看去 心中不惊一惊 如果说戴木白突破六十级 还在他的意料之内 那么 朱竹青和宁荣蓉也双双拥有了六个魂环 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同样是两黄 两紫 两黑 两位美女身上都释放出了六个魂环的光芒 宁荣蓉的九宝琉璃塔 似乎变得大了几分 六个光环上下律动 拉绚丽 夺目的光彩 归利万分 朱竹青在五魂释放之后 整个人似乎变得更冷了 看上去全身都多了一层虚幻的感觉 虽然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却令人无法捕捉到他完整的身形 四名伙伴 倒是有三个都突破了六十级 唐三心中赞叹的同时 也不禁对自己的进度有些不满了 其实 在他随唐浩前两年修炼的时候 并不慢 在杀戮之都两年的杀戮 以及最后一年月薰的修炼 却是对他不同方面的提升 魂力修炼反而慢了下来 朱竹青一向是坚韧的性格 当初又从唐三提供的仙草中 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至于宁荣蓉 他这五年 为了从思念的痛苦中解脱 几乎是没月没夜的再修炼 也在不久前 刚刚突破了六十级大关 在他完成突破的时候 宁峰智已经在宗门内部宣布 他就是下一任七宝琉璃宗的宗主 感受着伙伴们的进步 唐三胸中突然弥漫出几分豪气 自己虽然还没达到六十级 进步也并不比他们少啊 想到这里 唐三忍不住长笑一声 你们不相信我的身份 那就用实力来证明吧 除了我们史莱克七怪 还有谁能拥有这样的实力呢 戴木白和马红俊 可不准备和他废话 心中惦记着唐三的安危 两人几乎同时动了起来 戴木白脚下一个滑布 全身金光绽放 第一魂纪白虎护身杖已经释放开来 同时身体骤然加速 虎掌展开 直奔唐三正面冲来 定 低沉的声音从唐三口中响起 四丛蓝光同时从地面不同处冒起 蓝银黄万年第四魂纪 蓝银囚龙 四丛蓝银黄同时笼罩了戴木白四人的身体 包括前冲的戴木白在内 四人几乎同时停顿 哪怕是马红俊身上炽热的凤凰火焰 在这一刻竟然也被完全压制 外貌可以是假的 此时 唐三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黄 第四魂纪为黑色 这鲜明的特征顿时看得戴木白一愣 但他那双胡爪 还是下意识地抓向面前的蓝银囚龙 就在这时 一层湛然蓝光从唐三身上释放开来 蓝银领域出现了 史莱克学院门前的绿化是非常不错的 而只要有绿化的地方 又怎么少得了生命顽强的蓝银草呢 在蓝银领域释放的一瞬间 唐三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心神 与周围所有蓝银草已经连接在了一起 受到他那蓝银世界皇者气息的领导 所有蓝银草都像疯狂一般生长起来 眨眼间已经变成了蓝银黄的样子 飞快地蔓延在唐三释放的蓝银囚龙周围 与之接触在一起 刹那间 四个蓝银囚龙都变成了绚丽的金色 戴木白风锐无比的胡爪 虽然切在旗上 却硬生生地被弹了回来 朱竹青面临的也是同样遭遇 至于马红骏更是被全面压制 唐三的蓝银黄 是受到过极品火属性仙草猎火性浇蔬滋润过的 他的凤凰火焰虽强 但想要烧毁唐三的蓝银黄还是不可能 相貌 气质会变 难道我的能力也会变吗 戴老大 你们看清楚了 唐三微微躬身 身上五个魂环大亮 与此同时 伴随着衣服破裂的声音 宛如水晶雕琢一般的八珠毛 已经破背而出 同时 唐三的双眼也已经冒出澄澈的蓝光 手上蓝银黄收回 黑光涌动 浩天锤已经出现在他左手之中 蓝银球龙也随之消失 双生五魂 第四万年魂祭 八珠毛 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 在这一刻 唐三完全展现在伙伴们面前 看到这一幕 正准备施展更强魂祭的戴木白停滞了 你真的是唐三 可是 你的变化 怎么会这么大 唐三苦笑道 你们只要 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我当然会告诉你们 马红俊看看戴木白 再看看唐三背后的八珠毛 老大 这八珠毛虽然和以前有所不同 但看上去倒不像是假的 戴木白点点头 目光看向朱珠青那边 朱珠青和宁荣融对视一眼 也同时点了下头 如果眼前的唐三真的是冒充的 那么一切也太巧合了吧 毕竟 每一名魂师的的能力 都是独一无二的 和五年前相比 虽然唐三变得更加强大了 但根本性的东西 还没有改变 尤其是那得天独厚的双生五魂 更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 正在戴木白准备询问唐三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嘈杂的脚步声 从史莱克学院方向传来 人味道 一个浑厚的声音 已经传了出来 谁敢冒充我们那些小怪物 还敢打人 让我看看 一名身材彪悍的中年大汉 已经从史莱克学院中走了出来 随行的 还有另外两名中年人 看上去是学院老师的样子 看到这个人 史莱克五怪都笑了 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不动冥王赵无极 赵无极收到轮值学院报告 本来这种是不需要他亲自出来的 同样作为副院长的他 现在的工作轻松得很 骨子里那股不甘平静的沸腾血液 令他带着些许兴趣跑了出来 打算看看 是谁冒充史莱克七怪 顺便教训一下 也算是活动活动手脚 此时 当他真正走出校门 看到站在那里的五个人时 快速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现在 史莱克五怪中 唐三虽然收回了蓝银黄身上 没有魂环闪耀 但背后的八珠毛却在 而其他四人身上 则都闪烁着魂环的光彩 如果说众人外貌上的变化 还需要判断 那么 他们此时展现出的五魂和气势 还有魂环代表的实力 已经帮助赵无极做出了判断 除了史莱克七怪 谁还能以这样的年纪 拥有这样的实力呢 我靠 竟然真的是你们 这群小怪物 哈哈大笑声中 赵无极迎了上来 跟在他身后的两名老师 以及报信的轮值学员 都有些愣住了 眼前绚丽的魂环光芒 已经谎化了他们的眼 再加上赵无极的话 他们立刻明白过来 眼前这几个人 竟然真的就是在五年前大放一彩 一举多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冠军的史莱克七怪成员啊 戴木白距离学院大门最近 立刻赢了上去 给这位不动冥王一个熊豹 我曰 清点 赵无极被戴木白这一报 顿时痛呼出声 虽然这几年 他在大师的指导下 也算是实力大尽 但此时的戴木白 可是释放着五魂的 本身又是以力量著称 这激动下的一报 弄得赵无极全身骨骼 一阵劈啪作响 赵老师 唐三和其他三人同时恭敬地叫了一声 对于史莱克学院最原始的几位老师 他们心中都充满了尊敬 赵无极的眼圈 已经有些发红 松开了和戴木白的怀抱 拍了拍他粗壮的手臂后 朝其他人看来 目光首先落在大胖子马红俊身上 眼看着胖子 要和自己拥抱的样子 赶忙闪到一边 去 胖子 你离我远点 你这一身火焰 想烧我衣服是不是 马红俊尴尬地挠挠头 赶忙收回了自己的五魂 陪笑着向赵无极说着不敢 赵无极很快又看到了 宝光闪烁的宁荣 融合他身边的朱竹青 你们是融融和竹青吧 五年不见都变成大姑娘了 也越发地漂亮了 咦 你是小三 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赵无极不敢置信地 瞪视着唐三 第152章 五年来的变化 中 唐三微笑道 可不就是我吗 我外表是变了一些 是不是让我们先进学院 然后再向您解释 弗兰德院长 刘二龙副院长 还有老师 他们还好吗 赵无极虽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这如此俊秀 优雅的青年 就是唐三 但他背后的 扒猪毛和手中的浩天锤 却是不假 当下点了点头 道 他们都好 走吧 先进学院再说 你们几个这是在干啥 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 难道要拆学院吗 戴木白飞快地 从自己的魂倒旗中 取出一套长衫 再收回武魂的瞬间穿在身上 误会 这都是误会 我们也是没认出小三 到现在 我还不敢相信呢 可是 你应该不知道 我们约定聚首的时间啊 唐三有些无奈的道 等回去以后 我再解释给你们听吧 其实 老师 是见过我这个样子的 这聚会时间 也是他告诉我的 见到老师 你们自然就会相信了 赵无极点了点头 道 我听大师说 你回来过一次 不过又匆匆忙忙地走了 别站着了 赶快进去吧 你们可都是学院的荣耀 弗兰德那个守财奴 要是知道你们回来了 恐怕要兴奋得飞上天去 有赵无极带路 自然不会再有任何阻拦 史莱克五怪跟随着他 一同走进了学院之中 由于唐三实力的展现 再加上他刚才几句简单的解释 戴木白几人 也渐渐相信了他的话 毕竟 现在的唐三 也是五环水准 在这个年纪 能达到这种级别的人 实在太少太少了 三哥 你说说 曾经送给过我什么东西 宁荣荣走在唐三身边问道 唐三微笑道 还不相信我吗 飞天神找你 后来用过没 还有那些暗器 七宝琉璃宗 还装备着吗 宁荣荣眼中流露出一丝理解的光彩 看来 你真的是三哥呢 只是 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而且还变得这么英俊了 走在前面的弹幕白 也忍不住回头看向唐三 苦笑道 你要真是小三 我可要嫉妒了 你的天赋本来就比我们都好 现在还变得这么帅 让不让人活了 唐三微笑道 你都有了竹青 又不惦记美女了 还在乎这些干什么 竹青又不会因为 你没我帅 就移情别恋 你还不满足吗 等见到老师他们 我一起解释吧 省得说两遍了 史莱克学院的主教学楼 和以前相比大了一倍 但招生规模却并没有增加 只是硬件设施 比以前要完备得多了 你太修炼地 已经基本健全 适合拥有各种武魂的学员修炼 小傲怎么还没来 难道他忘了今天的约子 唐三疑惑地问道 听了他这话 凝隆隆的眼圈 不禁又红了起来 此时 众人已经走进了教学楼 戴幕白转过身 拍拍唐三的肩膀 别问了 待会儿见到大师他们再说吧 我们五年不见 好好续续 弗兰德悠哉悠哉地 靠坐在办公室内巨大的椅子上 这几年 他的生活可谓是悠然自得 虽然身为院长 但学院很多事 已经不用他亲自处理 学院事务 由柳二龙主持 教导学院有大师 这超级理论家 身为院长的他 更是在不需要 为学院的资金范畴 整个学院的运转所需 都由天斗帝国专门拨款 再加上帝国的重视 他现在在天斗帝国中的地位极高 是无数权贵攀附的对象 或许是因为心境的关系 这几年 他魂力进步不少 已经到了83级 正式成为了魂斗罗 就连赵无极 都已经刚刚突破了80级 学院中 除了那神龙剑 手不见尾的毒斗罗之外 也算是有两名魂斗罗了 柳二龙现在也到了79级 距离突破80级 一线之隔 这位院长大人正在考虑 要不要弄点皇室 新送来的茶呵呵 办公室的门却被敲响了 门没锁 进来吧 弗兰德懒洋地说道 会来他办公室的 无非就那么几个人 都是太熟悉的伙伴了 自然随意的很 门开 赵无极熟悉的身影 走了进来 老大 你干啥呢 赵无极笑嘻嘻地 走向弗兰德 弗兰德瞥了他一眼 嘿嘿一笑 道 你来得正好 我正准备喝茶呢 既然你来了 就动手吧 省得我起来了 赵无极目瞪口呆地 看着弗兰德 我的院长大人 你可是越来越懒惰了 弗兰德立刻摆出一副 正气凛然的样子 身为史莱克学院院长 我的任务是统筹全局 琐事自然不需要 本座亲自去干了 为了史莱克学院 能够培养出 更多优秀的人才 我每天都在 绞尽脑汁地思考 未来发展方向 赵无极哈哈一笑 行了吧你 你这家伙 不但更懒惰了 而且也越来越猥琐了 小子们 看到你们的院长大人 现在是什么样了吧 都进来吧 弗兰德愣了一下 他在自己办公室 自然不需要防备之心 听赵无极这么一说 魂力才在波动中 感受到了外面的气息 门开 一行五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他们 我们这位懒惰 而猥琐的院长 顿时等待了眼睛 你 你们 弗兰德激动地 从自己的桌子后面 站了起来 目光从面前 五人脸上扫过 史莱克奇怪 是他心中永远的骄傲 也是史莱克学院的骄傲 眼前这些孩子们 又一次出现 心潮澎湃之中 他竟然有些无法自已 马洪俊快速上前几步 用力给自己的老师一个熊抱 老师 我可想您了 戴木白笑道 弗兰德院长 您忘了 我们的五年之约吗 今天正好到约子了 弗兰德用力地抱了抱胖子 目光再朝众人看去 当他的目光 落在唐三脸上的时候 忍不住愣了一下 其他几人 他自然能够认得出 可看着面前这相貌英俊 气质优雅的白衣青年时 不禁迟疑道 你是 唐三苦笑道 弗兰德院长 我是小三啊 弗兰德不敢相信地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你是小三 天啊 难怪上回大师和我说 你的蓝蚓草二次觉醒后 相貌改变了许多 看来是真的了 我都要嫉妒你了 你这小子 天赋本来就好 居然现在连外表也变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嫉妒吧 嫉妒也没用 这只能说明 我会眼识珠 两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正是得到消息的大师 和柳二龙 唐三回到学院 当然希望先去见大师 但弗兰德毕竟是院长 大家一起回来 也就先来了这里 大师和柳二龙那边 赵无极派人去通知的 老师 唐三的情绪 骤然变得激动起来 再也无法维持身上那份优雅 转身面向大师 已经深深地居下一躬 大师扶住唐三的肩膀 没有让他败下去 僵硬的面庞上 流露着微笑 眼中的激动 同样也无法掩饰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看样子 你的实力又有所提升了 宁荣荣乖巧地道 院长大人 您的茶叶在哪里 我给大家沏茶吧 弗兰德也不客气 哈哈笑道 那好啊 听说荣荣已经被确定为 下任宗主继承人了 能让七宝流离宗未来的宗主 给我们沏茶 我可是荣耀得很 一旁的朱竹青 忍不住笑了 那我和荣荣一起吧 戴木白道 嗯 没错 竹青现在可是新罗帝国太子妃 朱竹青白了他一眼 我嫁给你了吗 戴木白嘿嘿笑道 那不是早晚的事吗 弗兰德将茶叶递给宁荣荣 看着戴木白道 戴木白 你被立为太子了 在场都是最亲近的人 五年后的戴木白 已经完全成熟了 也不掩饰什么 微笑汗手 这与院长 大师当年的教会分不开 如果不是你们教会了我那么多东西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所有人都知道 戴木白说的 绝不是客套的场面话 他的每一个字 都是发自内心 正是因为和史莱克 奇怪其他人在一起 在史莱克学院的学习 才帮助他重新建立了信心 获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后 这五年来 除了刻苦修炼 他也是历经图治 充分得到了家族的认可 他那位失忆的兄长 已经越来越无法与他抗衡了 第152章 五年来的变化 下 唐三 宁荣荣与马洪俊 听了他的话 也更多了几分感触 身为太子 戴木白在新罗帝国的地位 何等重要 却为了这次聚会冒险赶来 先不说五魂殿的威胁 单是作为大陆两大帝国之一的 皇位继承人 天斗帝国要知道 他在本国之中 有所行动 也是很正常的事 新罗帝国 对于未来的继承人锻炼 可谓是极为严苛的 在继承皇位之前 绝不会派遣任何人来保护 只有在不断经历磨难中 才会有所成长 优胜劣汰 因此 新罗帝国才会由当初 只占据大陆三分之一的面积 到现在与天斗帝国分庭抗礼 甚至连国内的分封实力 都开始被逐渐打压 如果不是有五魂殿的干预 说不定现在新罗 已经成为了完全统一的大帝国 宁荣荣和朱竹青 去为大家泡茶了 弗兰德赶忙招呼众人坐下 他的办公室非常宽阔 坐下这些人毫无问题 戴幕白相唐三道 小三 现在你该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吧 我可是好奇得很 究竟怎样才能变得帅点呢 马洪俊道 你都已经是张婊子脸了 还要英俊干啥 就算是要改变一下外貌 也应该是我啊 可怜我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都没人愿意跟我 戴幕白笑道 当初你不是想要追求降猪吗 怎么 人家不理你 马洪俊苦着脸道 他知道我真实的年龄后 就不理我了 难道年纪小也是错吗 看着他那故意摆出的样子 以及脸上攒在一起的肥肉 众人不禁哈哈笑了起来 大师是挨着唐三做的 小三给大家说说你的经历吧 上次匆匆见面 我也很想知道 唐三点了点头 他这几年的经历 毫无疑问是有些传奇色彩的 当下 开始将当初被父亲带走后的事说了一遍 甚至连小五的身份 以及自己经历杀戮之都 和后来返回宗门的事都没有隐瞒 听着唐三平静地讲述 每个人心中都有种惊心动魄的感受 与小五分离 刻苦磨练 杀戮之都的危险 母亲的身世 返回宗门受到的考验 短短五年 唐三经历了如此之多 哪怕是整天被淹没在权力斗争中的戴木白 也不禁惊叹 论遇到的危险和对内心的冲击 唐三所经历的一切 明显还要在他之上 听唐三讲完蓝营草二次觉醒的过程 众人才算完全相信 眼前的英俊青年 就是当初的牵手修罗 暂时算得到了宗门的认可 宗主大伯 让我在成为魂斗罗后 再返回宗门 传授我浩天宗真正的能力 我现在主要魂计是蓝营草 并不适合修炼宗门的一些自创技能 听完唐三的话 宁荣荣和朱竹青的眼圈都有些红了 不论是唐三的身世 还是他与小五无奈的分离 都是那么令人感动 宁荣荣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很痛苦了 可和唐三相比 至少自己还有一个完整的家 还有疼爱自己的父亲和亲人们 可唐三却要承受来自父辈的责任 没有母亲 父亲也自残了 这是何等苦楚 短暂的寂静后 大师叹息一声 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一切都要往前看 如果我猜得没错 浩天宗几位长老提出的三个要求 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考验 你的天赋应该已经征服了他们 这三个条件分别考验你的三种能力 三十岁修炼到八十级 是对你毅力的考验 击杀一名五魂电风号斗罗 以及获得一个十万年魂环 考验的是你的勇气和智慧 看来 他们是在为浩天宗的后续铺路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 只要你能完成他们这三个条件 就是浩天宗重新降世之时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 大师能想到的 他自然也想到了 坦白说 对于浩天宗宗主之位 他从来就没有给予过 来到这个世界 他最大的梦想 是凭借自身所学 重建唐门 作为大陆第一魂失踪门的浩天宗 并不适合他 但是 为了父亲留下的责任 浩天宗的事 却是他不能退却的 弗兰德呵呵一笑 道 先不说这些了 怎么也还有十年呢 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事 放在小三面前 也未必是什么难题 话说 你们几个小怪物的实力 都怎么样了 还有 小奥那家伙呢 怎么没来 宁容容情绪 经过先前出见识的释放 现在已经恢复了许多 将自己与奥斯卡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遍 眼圈再次变红 但这次却并没有哭出来 赵无极忍不住道 以前真没看出来 小奥这家伙这么刚 一声不响地就走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宁容容捶手道 我担心的是他的安全 他毕竟只是食物细魂师 哪怕有三哥给予的暗器帮助 要是真的遇到大危险 恐怕也 柳二龙搂住宁容容的肩膀 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傻丫头 你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 已经过去五年了 要是出现危险 也早就该出现了 既然你决定等他 那么就要给他信心 十年已过一半 再有五年 就会有结果了 或许 用不了五年 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宁容容默默汗手 脸上神情 却依旧无法舒展 弗兰德拍了一下 身边胖胖的马红俊 胖子 你所谓历练这五年 魂力到多少级了 爹告诉我 你没什么进步 马红俊委屈得到 本来我进步是不小的 不过和他们这些变态一比 就不算什么了 老师 我现在五十七级魂力 还算不错吧 弗兰德愣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要知道马红俊也不过才二十岁 这个年纪就达到五十七级 而且他还是拥有的 极品五魂火凤凰 再加上已经获得的 一块火焰右臂魂骨 在年轻一代中 绝对当得起佼佼者这三个字了 你们呢 弗兰德看向其他几人 戴木白道 我马上就要进阶到六十四级了 竹青刚过六十级 拿了第六魂环 刚才我看 荣荣的修为可能和他差不多 至于小三 好像也快接近六十级了 唐三点了点头 我现在是五十九级巅峰 应该会了 弗兰德 大师 刘二龙 赵无极 这史莱克学院的四大高层 相互对视 变态 怪物 四人口中几乎蹦出同样的字眼 要知道 眼前这几个孩子 普遍才二十岁啊 当初五魂殿黄金一代那三个 二十出头的时候 魂力也不过是五十级出头而已 可眼前这些小怪物却普遍都已经在六十级左右徘徊了 在魂尸界 这可谓是史无前例 其实 论天赋来看 史莱克七怪虽然好 但也只不过是和五魂殿黄金一代相差无几 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 和当初唐三提供的仙品药草是分不开的 那些仙品药草不但令他们的实力大幅度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自身体质 那些仙品药草都是经过唐三精挑细选的 选择了最适合每个人的药草令他们服用 唯一没有吃过仙品药草的小五 自身又是十万年魂兽化形 修炼速度自然要比普通魂失快得多了 正是这种种巧合 才制造了眼前这些小怪物的存在 弗兰德瞪了马红俊一眼 你看看人家都六十级左右了 就你差 这些年肯定是没干什么正经事 别是整天棉花缩柳吧 亏你的五魂那么好 马红俊一脸冤枉的道 老师并不是我不努力 而是这些家伙太变态啊 大师笑道 好了 弗兰德 你就别来这套了 其实你心里美得不得了吧 胖子的魂力虽然稍逊 但以他那邪火凤凰的强势 实力绝不在小三他们之下 你就不要得了便宜 还卖乖了 刘二龙突然向唐三问道 小三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找小五 唐三毫不犹豫地道 本来我是打算直接去星斗大森林的 毕竟我马上就要六十级了 惦记着大家 才先来了学院 等离开这里 我会直接去寻找小五 陪他在星斗大森林中修炼 他一突破六十级 我就带他回来看你们 刘二龙眼神变得柔和了 好好对他 虽然他是十万年魂兽化身 但你也说了 完成化形之后 他将与人类没有任何区别 你可不要有歧视他的念头 否则我饶不了你 第153章 奥斯卡的第六魂环 上唐三微笑摇头 怎么会呢 如果我歧视小五 岂不是在歧视自己的母亲吗 您不要忘了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十万年魂兽所化 刘二龙微笑道 那就好 见到他以后 记得告诉他 我想他了 虽然论实际年龄 他比我大得多 但我还是他干妈 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唐三笑道 那是当然 这次离开浩天宗之后 唐三给自己最优先的安排 就是去寻找小五 然后再继续修炼 十年时间提升到八十级 他并没有太多的担心 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当然 在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中 他怎么都是要和小五在一起的 他已经打算好了 找到小五后 如果小五 希望留在新斗大森林 他就在那里陪他 如果他愿意和自己离开 那么就找个地方 好好打造自己的暗器 再加上修炼 唐三对于外界的浮花本 就不是很喜欢 只要能和小五在一起 其他的事并不重要 至于重振浩天宗 怎么也要等他拥有了 相应的实力才行 现在还为时过早 伴随着实力的提升 他已经又有不少 唐门的暗器绝学可以修炼了 但越厉害的暗器修炼起来就越难 而且还要经过更难的炼制过程 像那些极品暗器 更是需要长时间的铸造才行 弗兰德眼珠连转 笑道 你们可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象征 这次回来也不能白来一趟 就为学院出典礼吧 怎么样 史莱克五怪相识一笑 知道这位院长大人 要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了 但也只有这样 才是弗兰德的性格啊 对此 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排斥 反而是乐见其成 弗兰德侃侃而谈 年轻浑师修炼 如果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偶像 那么在心理上 就会有很大的好处 在实际训练上 我肯定不如小刚 但是这心理把握吗 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 我希望你们 能在全学院的学员面前 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让他们看看 同样年龄能够达到的程度 刘二龙没好气得到 老大 这也有可能产生反作用的 万一学员们被刺激了 觉得自己太差 从而颓废 怎么办 弗兰德正色道 那样的学员 就不值得我们培养 小刚 你觉得我的建议如何 大师微微一笑 我没意见 你是院长 你定好了 弗兰德这才看向戴木白 唐三他们露出询问的目光 戴木白笑道 我没问题 正好也想看看 大家都修炼到了什么程度呢 刚才在大门外 我们因为没认出小三 和他动手 看上去 大家的提升都不少 这下也正好看看 大家真正的实力如何了 唐三四人也同时点头 表示赞同戴木白的意思 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 他们的另一个家 能为学院做点事 他们是绝不会推辞的 弗兰德笑道 那好 二龙 你们去安排吧 小家伙们 现在都有自己的事做 我们也不能耽误他们太多时间 我看 就安排在明天好了 刘二龙看了弗兰德一眼 眼中流露出一丝脚侠的光芒 点了点头 起事而去 当他走出弗兰德办公室的房门时 嘴角处已经荡漾起一丝笑容 一个时辰后 在史莱克学院内 已经张贴上了巨大的海报 题目是 史莱克七怪五人回归 明曰将向所有在校学园 展现修炼成果 与弗兰德院长 赵无极副院长 联手切磋 可怜赵无极和弗兰德 现在还兴冲冲地 与史莱克五怪聊天 却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柳二龙给卖了 天窦帝国北端 冰封森林 冰封森林是一片 最适合在寒代生长的真叶林 人记寒至 这里同样也是一片浑兽森林 只不过 因为环境太恶劣 气温很低 所以 只有一些拥有寒属性五魂的浑尸 才会选择来到这里 猎杀自己所需浑兽 一行十余人 大口咀嚼着美味的香肠 身上冒起的腾腾热气 显示着他们之前大量消耗 其中大多数人都席地而坐 只有一个人还站在那里 在他面前 正有一只身材巨大 通体呈现瑰丽光运的垂死浑兽 这只浑兽身长超过七米 通体鳞甲极为奇特 每一块鳞片 就像一面小镜子似的 如果它静力不动 自身能够反射周围环境的画面 不仔细看根本无法看清 可此时 这只浑兽身体周围 已经洒满了蓝色血液 而那些席地而坐 正快速补充体力的人中 至少超过一半身上带伤 显然都是它造成的 站在这只七米长怪兽面前的 是一名看不出年纪的男子 满脸的落腮胡子 几乎遮盖了它所有的相貌 身材高大 头发也是乱蓬蓬的 唯一能够看得清楚的五官 可能就要数它那双桃花眼了 在它的左边眼角下 一道疤痕从眼角 一直延伸到下和胡须之中 此时 它那双眼睛中 闪烁着极为冰冷的光彩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两万年修为的静影兽 希望你能给我期望中的魂迹吧 手起 任落 手中始于长力刃 从那万年静影兽脖子下方 已经失去鳞片的伤口 深深刺入 终结了这头强大魂兽的生命 在它背后的十余人中 此时至少有一半脸上 都流露出了贪婪的光彩 但看到站在那里男人身边的三个人 他们还是硬生生地 遏止了自己心中的贪念 毕竟 那三个人才是他们的首领 也是这只猎杀队伍中的最强者 小奥 动作快点 这里不安全 要是再遇到几只这种强大的魂兽 恐怕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这手起任落 击杀魂兽的 正是凝蓉蓉朝思暮想的人 大香肠叔叔奥斯卡 此时的他 那张眼藏在落腮胡子中的面容 比以前已经多了几分刚毅 尽管脸上的疤痕 破坏了原本的英俊 但看上去 却有着一种特殊的男性魅力 五年了 整整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五年之中 他经历了无数痛苦 在痛苦的煎熬中拼命苦练 当初 他加入这只猎杀小队的要求只有一个 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 帮他猎杀所需魂兽 而现在 这只两万年修为的净影兽 正是要赋予他第六魂环 之前 说话的是一名年约五十多岁的男子 在所有人中 就属他身上释放的气势最为庞大 他也是站在距离奥斯卡最近的人 也是这只团队中 奥斯卡唯一能够完全相信的人 这个人是一名76级魂圣 团队中的其他魂师 最高也只不过是64级而已 单论魂力 奥斯卡已经能够排进前五 为了猎杀这只净影兽 他们足足追踪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找到机会 净影兽是一种极为珍惜且强大的魂兽 否则那些队员也不会流露出 如此贪婪的目光了 盘西坐在净影兽面前 就在奥斯卡准备闭上双眼的时候 突然 他发现 那刚刚死去的净影兽 在释放凝聚魂环的同时 自己匕首刺入处 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亮光 心中微动 但奥斯卡却没有急于动手 只是在抽出匕首的时候 下意识地改变了一下净影兽身体的位置 利用他的身体将之前那伤口压在身下 而他自己则盘西坐在净影兽面前 开始吸收魂环 整个动作极为隐秘 哪怕是他身边不远的那名魂兽 也没有注意到 能够由那儿外散发出光芒 在一死魂兽身上发生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魂骨 奥斯卡知道 当自己吸收魂环完毕后 眼前这只净影兽的结局 肯定是要被肢解 猎杀小队 不会放过他身上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更是要寻找 是否有可能出现的魂骨 任何一块魂骨的价值 都是绝对的天文数字 魂骨对于这种猎杀小队来说 绝对是能引起自相残杀的质保 奥斯卡明白 自己想要在吸收魂环的机会中 拿走那块闪光魂骨 是不可能的 现在 他只有先吸收了这个魂环再说 其他人都在休养生息中 静静地等待着奥斯卡吸收完毕 那位76级的魂圣 则冷冷地站在奥斯卡身边闭目养身 在他不远处的另外两人 则也开始休息 有团队中三大强者聚集在一起守护奥斯卡 其他人自然不会有什么想法 冰冷的气流围绕着奥斯卡的身体不断旋转 渐渐地 当那冰冷凝聚到一定程度时 已经开始在奥斯卡体内横冲直撞地爆发开来 奥斯卡明白 越强烈的痛苦就代表着越强横的实力 当初唐三不就是在承受了巨大痛苦之后 才拥有了那样强势的魂迹吗 五年过去了 他知道自己剩余的时间还只有五年而已 第五魂迹没有达成他的愿望 这第六魂迹就是他全部的希望 因为他没有把握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还能再提升十级 获得下一个魂迹 五年魔力 一名食物系魂师魂迹 在团队之中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那些求财若渴的宗门或贵族宴中 食物系魂师或许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153章 奥斯卡的第六魂环中 可在这种猎杀魂兽的队伍中 他却只能充当后勤补给的角色 有的时候甚至会成为弃子 参加猎杀小队的魂师 不但每一个都拥有充分的实战经验 最为可怕的是他们冰冷的星星 只有完全为了利益 才会参加这样的队伍 到了生死关头 哪怕是同一个团队 也绝没有人会为了身边的人而做什么 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像奥斯卡这样毫无攻击力的食物系魂师 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五年 本身就是个奇迹 这固然与他那极为有用的五魂有关 也和他自身的智慧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中 无时无刻都提醒着他 奥斯卡才能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再做突破 达到了六十级的程度 要知道 他这六十级的困难程度 要远远高于普通魂师 而今年的他才不过二十二岁而已 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当然 在这个团队中 只有身边的魂圣 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 整整一个时辰 在这冰天雪地的世界中 奥斯卡身上却汗如雨下 令他身上的冬装已经湿透了 可就是这样 他一生都没有坑 论心智坚毅程度 现在的他 就算和唐三相比 也不遑多让 终于 体内所有冰冷气流融合为一 化为一圈淡淡的波动 彻底融入体内 而背对着大部分人的奥斯卡 也缓缓睁开了双眼 在他睁开双眼的同时 受到气机牵引 面前那名魂圣 也很自然地睁开了眼睛 正当他想要出声询问时 却看到奥斯卡眼神连动 两人在一起合作 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 这名魂圣 立刻就意识到了些什么 没有开口 递出一个询问的目光 奥斯卡看看他 再看看面前 已经完全僵硬的魂兽 目光停留在魂兽头部 魂圣的瞳孔顿时收缩了 他当然明白 在眼前这种情况 奥斯卡的眼神意味着什么 整个人身体渐渐绷紧 眼神也逐渐变得锐利起来 他明白 这东西一出现 眼前的团队 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哪怕距离自己最近的 那两名貌似忠诚的下属 也绝不会轻易放过眼前这东西 而作为团队中的最强者 无疑会在魂谷被发现后 受到群起而攻 奥斯卡的眼神 再次落在了魂圣身上 这一次 他眼中的光芒 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是一种极其很立地光彩 冰冷的寒意 从眼神中冒出 魂圣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整个团队中 也只有他们两人 能够完全彼此相信了 没有时间考虑 他只能向奥斯卡 轻轻地点了下头 长出口气 奥斯卡缓缓伸展双臂 从地上站了起来 五魂开启 两黄 两紫 两黑 六个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 多一个魂环 就是智得飞跃 他整个人的气质 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 恭喜 恭喜 猎杀小队的众人 顿时被奥斯卡吸引了目光 奥斯卡转过身 一脸微笑地道 这是大家的功劳 谢谢众位成全 反正我新获得的魂迹将来 也是帮助大家的 有没有兴趣看看 对于魂师来说 将自己的魂迹 展现给别人看 是一种信任的表现 奥斯卡的做法 无疑令在场的魂师们 大为满意 当然 奥斯卡这一说 也成功地吸引了 他们的注意力 魂兽的尸体 分割又不及 奥斯卡笑道 我这第六魂迹有些奇怪 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行 还需要其他人帮助 浩特大哥 麻烦你 他最后一句话 就是向那位魂圣说的 一边说着 他还从自己怀中 摸出一个齿长的黑匣子 快速地在上面摸索着 产生出一连串激阔之声 在此之前 也只有他身边的浩特 才看到过 他用过这东西 浩特问道 需要我怎样帮忙 奥斯卡道 我需要一滴你的血 他选择让浩特 帮忙在其他人看来 再正常不过 也没有产生什么怀疑 浩特皱了皱眉 但还是抬起右手 伸到奥斯卡面前 拇指指甲在食指上一条 顿时割出一道伤口 一滴鲜血滚落而出 老子有跟进向肠 魂咒依旧雷人 奥斯卡的动作很快 身上第六魂环 骤然闪亮起来 一圈黑光从他掌心处涌出 瞬间将那滴鲜血纳入其中 紧接着 他掌心处 顿时涌出强烈的魂力波动 第六魂环 也不断重复着扩展和收缩的过程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手上 之间在那强烈的魂力波动之中 一根弹银色的香肠 缓缓成型 奥斯卡道 浩特大哥 请你将五魂释放出来 浩特点了点头 眼中光芒一闪 整个人身上的气势 顿时暴力起来 一股浓郁的魂力波动 从自身散发开来 只见他整个人的身体骤然变大 全身肌肉膨胀 厚重的气息波动中 头发已经变成了白色 两黄 三紫 两黑 七个魂环骤然释放开来 这名叫浩特的魂圣所拥有的五魂 乃是雪魄魔雄 属攻防一体 拥有极其强悍的攻击和防御能力 奥斯卡左手伸出 快速地念了两句魂咒 老子有根粉红肠 老子有根粉红肠 现在他已经是六十级的实力了 再用第四魂计 自然比以前快速得多 两根亢奋粉红肠 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出现在掌心之中 其他人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再加上 他本身是一名 没有攻击力的食物系魂师 自然也不回 有人怀疑有他 只是 一脸好奇地看着 奥斯卡自己吞下一根粉红肠 将另一根交给浩特 先把这个吃了 然后用出你的第七魂计 浩特毫不犹豫地吞下粉红肠 同时 身上的第七魂环光芒大亮 哪怕是之前 面对那头静影兽的时候 他都没有施展过的五魂真身 骤然释放出来 在其他魂师的惊叹声中 浩特身上的衣服瞬间撑破 整个人眨眼间 已经化身为 一头身高达到七米 极其粗壮的巨熊 通体都覆盖着白色毛发 一层冰霜般的洞气 从体内弥漫出 在这本就很寒冷的冰封森林中 更是相得一张 凝后的气息 仿佛令周围的空气 都变成了有形一般 尤其是在奥斯卡的 亢奋粉红肠增幅之下 他的双眼 已经蒙上了一层红色 整个人更添几分暴力之气 与此同时 奥斯卡飞快地将那根 用第六魂计制造的银色香肠 塞入自己口中 猛然爆喝一声 动手 铿枪的激扩暴鸣声中 诸葛神弩 已经喷吐出了死亡的利剑 在如此近的距离之内 再加上诸葛神弩 本身恐怖的射速 十六根弩箭 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 绝对是可怕的 首当其冲 距离最近的三名魂狮 已经被笼罩在 十六根弩箭的攻击范围之内 这三名魂狮中 两名魂王 一名魂帝 如果给他们足够的准备时间 运用出第四魂计以上的技能 自然能够抵挡得住 可是 他们有准备时间吗 唐三所制造的唐门暗器 何等威力 此时更是完完全全地偷袭 刚刚解决了一只强大的魂兽 奥斯卡又得到了魂环的好处 谁能想到 他这么一个食物系魂狮 居然会在这个时候 暴起发难 食欲蓬血物在空气中爆发开来 毫无悬念的 那三名魂狮的身体 已经被完全冻穿 更可怕的是 奥斯卡这诸葛神弩弩箭之上 都附带有唐三亲自炼制的剧毒 剑血封猴 这种毒素 是经过唐三特殊调配的 本身附着在弩箭之上 绝不会因为使用过后就减退效果 每一次与血液接触 毒素都会持续凝聚 毒素瞬间蔓延 瞪大了充满不敢置信的双眼 那三名魂狮已经缓缓软倒 而此时 吃下亢奋粉红肠的魂圣浩特也动了 施展出五魂真身的他 又经过亢奋粉红肠的提升 猛地扑了上去 两名魂王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他拍碎了头 此时 剩余的魂师还有八名 这八名魂师中 四名魂王 四名魂帝 他们也是久经战争的魂师 虽然不知道 奥斯卡和浩特 为什么会暴起发难 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飞快的后退中 释放着自己的五魂 奥斯卡从容不迫地 重新给自己的诸葛神弩拉上饥簧 不但没有退后 反而跟随着身体庞大的浩特冲了上去 魂帝与魂圣 虽然只是一个级别的差距 但差就差在那五魂真身之上 施展了五魂真身的浩特 宛如虎入羊群 黄躁的力量爆发之中 令那八名还来不及联手的魂师 根本无法抵挡 一个个魂迹 招呼在他身上 根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 转瞬间 就又是两名魂王与命在他手中 先干掉奥斯卡那魂蛋 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 两名魂帝 已经飞快地从旁边绕了过来 冲向奥斯卡 其他已经完全反应过来的四个人 则飞快形成包围 他们当然不会指望 自己能够将浩特击杀 至少要先缠住他 等奥斯卡被解决后 六个人再围攻浩特 至少还有获胜的机会 此时 他们大多也已经明白 浩特和奥斯卡突然发难 肯定和被击杀的那只静影兽有关 能令他们毫无顾忌地放开杀戮 也唯有魂骨了 第153章 奥斯卡的第六魂环 下 浩特 不用管我 先杀了他们 奥斯卡冷静地大喝一声 同时身体不再前进 而是飞速后退 按正常情况来看 他这样做显然是非常不智的 只有距离浩特越近 浩特才能来得及照顾他 可他现在 自己却刻意拉开了与浩特之间的距离 无疑是将自己置身于险地 一名食物系的魂帝 面对两名闽宫系魂帝 在任何人看来 这都应该是一场不均衡的对抗 两名闽宫系魂师的目光 都集中在奥斯卡手中的诸葛神弩上 毕竟 先前诸葛神弩带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顷刻间 毁灭三名魂师的恐怖武器 足以令他们心惊 两名魂帝仅慎起见 都施展了一个护体技能 凭借着极快的速度 朝奥斯卡贴近 在他们看来 奥斯卡所能依仗的 无非就是手中的诸葛神弩 至于他刚才吃下的亢奋粉红肠 最多也只能令他的速度提升一点而已 但是 他们还是小看了奥斯卡 一名食物系魂师 能够在这片混乱的冰封森林混上五年 那绝不只是运气能够做到的 奥斯卡在人前 从来没有真正显示过自己的实力 但在这个时候 他却不会保留 身体快速弹起 朝着一边狂奔而去 瞬间爆发出的速度 令两名敏宫系魂师 都不禁吃了一惊 他们清晰地感觉到 现在的奥斯卡 完全是在凭借着肉体的力量 在奔跑 而不是任何魂技 可他的速度 似乎也太快了一些 他们又怎么知道 在史莱克学院修炼过的奥斯卡 可是经过了大师的魔鬼训练 与唐三的仙草滋润 肉体的强悍程度 绝不是一般食物系魂师 所能相比的 更何况 他现在还吃下了亢奋粉红肠 当然 他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与面前 这两名敏宫系的魂帝媲美 三人之间的距离 飞快拉近 突然 奥斯卡停了下来 以左脚为轴 身体一个快速旋转 手中的诸葛神弩已经扬起 两名敏宫系魂师 对自身的控制力都很强 虽然开着防御技能 但也绝不愿意 与那不知名的武器正面对抗 两人几乎同时停顿了一下 分别从两旁划过 不给奥斯卡锁定他们的机会 距离较近的一人 已经贴地而至 双手骨节中骨刺弹出 直奔奥斯卡小副刺取 奥斯卡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 双腿肌肉骤然绷紧 铿枪声中 六根弩箭几乎同时 从他两条大腿外侧射出 暗器 要的就是突然性 此时他手中的诸葛神弩是扬起的 那明明攻系魂师 又怎会想到 在他大腿处 还能施展这样的攻击呢 匆忙之间 来不及攻击奥斯卡 因为他也不知道 奥斯卡这弩箭的威力如何 双手用力拍击地面 强行改变自己前冲之势 飞快地倒翻而出 尽管如此 他也只是 闪过了三根弩箭 另外三根 还是狠狠地撞击在了 他的防御魂技之上 发出一连串暴鸣 这明明攻系魂帝 也确实了得 身在空中 第四魂环亮起 两片无形的翅膀出现在背后 他这翅膀虽然不足以飞行 带改变方向还是可以的 猛然正在空中转折下 已经来到了奥斯卡头顶处 此时 他心中已经恨极 双手同时朝着奥斯卡头顶抓来 另一名魂帝 正从侧面窃近 距离奥斯卡也只有五米了 无疑 对于奥斯卡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必杀之局 就在这时 奥斯卡突然做出了两个 令人不解的动作 诸葛神弩交道左手 右手猛地抬起 朝着抓向自己头顶的双掌挡去 同时右脚抬起 用力踩向地面 刹那间 他身上的六个魂环 几乎同时放光 而且都变成了一种诡异的灰色 紧接着出现的变化 令两名魂帝完全惊呆了 奥斯卡那举起在空中的右手 毫无预兆地突然变大 至少增大到以前的三倍 整个手掌上 都覆盖上了一层雪白色的毛发 坚实而厚重地抓住了 空中那名魂帝下肌的双掌 一股大力传出 身在空中的魂帝 顿时感觉到手腕一阵剧痛 整个身体都出现了短时间的麻痹 强烈的震荡波悍然散发 那名侧翼偷袭的魂帝 身体骤然一僵 整个人只是带着惯性 朝奥斯卡撞来 酝酿的魂迹被强行打断 再见 冰冷的声音从奥斯卡口中吐出 只见他迅速低头 右手下拉 一根粗大的弩箭 骤然从颈后射出 笔直地刺入了空中 那名魂帝的咽喉之中 而他左手中的诸葛神弩 也再次喷吐出了死亡般的射险 侧翼那暂时被打断魂迹 朝着他撞来的魂帝 整个身体被16根 极尽弩箭带地飞了出去 已经变成了筛子 而空中的魂帝 到死都无法明白 为什么奥斯卡的手绘 变成这样 为什么他一个食物系魂师 竟然能施展 类似于雪魄魔雄魂圣浩特的 魂迹距离之掌 与地震波 右手一甩 空中魂帝被灌在地面上 奥斯卡身体摇晃了一下 脸色顿时显得有些苍白 但他眼神中的光芒 却是充满兴奋的 击杀这两名闽宫系魂帝 对他来说 绝不只是解决了眼前危机 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凭借自己力量击杀这两个人 也象征着他魂师生涯的重要转折 两万年修为的静影兽 如他所愿 终于给了他一个 最适合他需求的魂迹 镜像大香肠 镜像香肠的效果是复制 但在制作时 必须要使用一名魂师的血液为一 如血液拥有者的魂力 超过制作者 那么 制作者将能发挥出 与自己同等级魂剂70%的威力 如果对手的魂力不如制作者 那么制作者将能发挥出 提供血液者 全部魂剂80%的威力 施展时间是三分钟 也就是说 吃下之前那根镜像香肠的奥斯卡 在三分钟内 就相当于是一个 拥有60级浩特 70%魂剂能力的血破魔雄魂师 表面看去 奥斯卡这个魂剂 似乎效果非凡 毕竟能够复制所有魂剂 可实际上 这个魂剂的限制相当大 他现在60级 拥有浩特70%能力三分钟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 50级左右的浩特而已 而之前那两名敏公系魂师 都在他实力之上 之所以会被他击杀 重要原因就是一个突然性 而只能施展70%魂剂威力 奥斯卡却要付出100%的魂力 才能支持 制作镜像大香肠 需要的魂力更是极其恐怖 相当于他现在魂力的三分之一 才能制作一根 不过 对于奥斯卡来说 最大的好消息就是 这镜像香肠的保存时间很长 每一根镜像 香肠制作出来 都能够保持一年的时间 拥有使用效果 如果有大量高等级魂师 提供血液 让他来制作 那么 在特定情况下 他也可以勉强算上 是一名战魂师了 从实力上来看 拥有战斗能力的奥斯卡 并不可怕 但突然性却足以 令任何对手为之惊诧 谁能想到 一名食物系魂师 突然拥有攻击力呢 更何况 在当初的史莱克七怪中 论聪明 奥斯卡仅次于唐三而已 刚才的局面 完全是他一手计算出来的 凭借着唐三 送给他的两大暗器诸葛神母 与锦被花装母 再加上突然出现的魂迹 这才一举干掉两名魂帝 再加上之前干掉的三人 全部十三个人中 倒有五个 是被他这食物系魂师杀死的 当奥斯卡回到另一边的时候 那四名魂师 已经被浩特死死压制 转瞬间 两名魂王率先崩溃 另外两名魂帝看到奥斯卡 居然走了回来 大惊之下 再没半点抗衡的意思 可等他们想要逃跑的时候 奥斯卡和浩特 又怎么会给他们机会呢 凭借着诸葛神弩 最后一次释放的阻挡 加上浩特武魂真身的霸道 硬生生地干掉了 这最后两名魂帝 从而结束了这场 单方面屠杀般的战斗 浩特变回原本形态 此时他虽然是赤裸着身体 但因为武魂的关系 并不怕了 他有些诧异地看着奥斯卡 小奥 你真的如愿以偿了 奥斯卡并没有隐瞒 这才将自己刚刚获得的 第六魂计告诉了浩特 同时快速扯下自己身上 被汗水浸透 已经冻印的衣服 从随身浑倒器中 拿出一套新的患上 看着周围一地尸体 浩特不禁暗暗叹息一声 虽然这些猎杀小队成员 都不是什么好货色 但毕竟也跟随了他一段时间 奥斯卡自然看出了 浩特眼神中的怅然 大哥 别多想了 如果我们不动手 被他们发现魂骨的存在 一旦抢先动手 恐怕现在死的已经是我们 浩特默然汗手 他当然知道 奥斯卡说的是事实 如果不抢先动手 最后死的很可能就是他们 尤其是他这个团队中的最强者 必然会是那些人的 首要攻击目标